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今天我这边中午的节目没有更新 平时都是一天两更 中午为什么没更 我是出去了 今天是五一劳动节 不用那么拼 做时政不用那么卷 不用天天想着一天发好几个 今天是跟家人跟了个团 去一个小镇 也不是小镇 就是一个风景区 因为五月份到了 然后春夏交接 升级勃勃 春意盎然 不过刚进到山里面 然后黄豆大的冰雹 就砸下来了 冰雹砸了一会就停了 但是我们去看风景的时候 走到那边小溪边 然后把我给冻得够呛 媒体一天到晚说气候变暖气候变暖 这哪里变暖了 早知道我都恨不得穿羽绒服出来了 所以说今天出去也就没有更新节目 家人最重要 家人最重要 家和万事行 你的家人它是你最值得珍惜的财富 应该一辈子去珍惜的 因为现在是一个乱世 乱世 只有你的家人 它是永恒的 你要说乱世不乱世 很多人不明白怎么就乱世了 咱们得看看这么一个事 今天聊的话题不是国内的话题 哪里的 法国的 国内的朋友们赶快把脸转过来 咱们得聊聊法国的事了 法国什么事 把法国局势失控了 法国局势失控了 但是我去找新闻 你看最近这几天的没有 你看法国局势失控 你搜索三月份的三月份的三月份的 一搜新闻 也都是一个月的一个月的一个月的 这几天的新闻就没有 大家发现没有 最近这几天的新闻都没有 那问题出在哪里呢 问题就出在 媒体它不报道 或者说中文的媒体它不报道 法文的媒体或者德文的媒体 可能它报道 但是我关注中文稍微多一点 你看 你媒体不报道 但是人家推特这一块都在报道 咱们来看一看 法国正在像其他国家一样 奋起反抗邪恶的腐败寄生虫 除非每一个人都失去一切 否则加拿大永远不会像这样崛起 这是一个站在加拿大的立场去看待法国的事情 那会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他们在2030年议程上加倍的努力 2030年什么事情呢 就是一句话 我一无所有 但我很快乐 这就是2030年的议程 实现共产主义 然后推文下面还跟了一个视频 视频我就不放了 因为像这种视频 一放肯定给你过不了 肯定给你黄标 像我这截图也只是截下图 视频就不放了 巴黎局势混乱 警员起火 示威者重伤 这就是说那些警察拿着防茅盾 在大街上去镇压那些什么 游行示威的人 有人拿着杨绕萍就撒到他们脚下 然后警察身上就起火了 然后我看视频 我确实是看到一个示威者直接 然后打到脸上了 就倒地上了 特别的混乱 你要说局势失控 我个人从我去看待 我觉得这个事态就已经是失控了 现在的法国就已经是乱世了 现在的法国一定程度上 它就是处在一个内战之中了 只不过内战还是比较混乱 还没有出现什么成建制的军队 然后去占领市政厅市政府 这类的事情 还没到那一步 不过我觉得快了 法国巴黎现在是战区 国家反对工人 暴政反对民主 世界领导人的沉默 怕人民的诉求是朗朗伤口 然后这是谁 这是法国巴黎消防员领导 五一抗议活动的地方 有很多体制内的人 在巴黎现在不光是巴黎了 巴黎你要说发生游行抗议示威的地方 应该上百座城市都有了 上百座城市 大大小小的大城小城 乡镇级别 起火的地方 烽火的地方那都是上百个了 最初始的原因是什么 那就是一个抗议养老金 养老改革 推迟养老 让每个人都延迟退休 那对于这些懒伞惯了的法国人 怎么说呢 受不了 之前一直就是要求各种各样 五天八小时 对我觉得五天八小时是一个很标准的工作日了 不能够再 你再去要求更多 现在是什么 一个星期三十五个小时 甚至说一个星期工作四个小时 然后这样一搞的话 企业活不下去了 企业活不下去了 我这个公司一个星期有七天 你要求只干复典活 然后要求干复典活 那就是说这个赶上节假日 我还要再扣一天 这节假日这么多 然后你什么动不动 身体不舒服了 来大姨妈了 怎么样 我头头脑脑肉 我再扣一天 然后算来算去 这基本上就是一个除一个消极代工 或者说是一个软罢工 这么一个状态 哪家公司能够创造业绩 生活在欧洲的朋友 肯定有一个设身处地的感受 就是说无论你去做什么事情 特别的默契 特别的拖 很多人还是美名其约 美名其约 你得预约 你得适应当地的规则 你适应当地的规则 那就是你办个事 本来咱们觉得 一次两次能办好了 一天两天三天能办好了 结果给你拖个一个月两个月 甚至说半年一年 我这边就有事情 我自己的事情拖了好几年了 现在咱们就不能够以自由民主来 就看到这么一个问题了 我们要去看到这个社会 它还能否正常运转下去 我们得以这个角度来 去看到这么一个问题了 一定程度上 这也是法国人自己做的 现在也是开始示威游行 为什么说法国人自己做了呢 去年法国大选 乐庞如果说能够上位的话 法国应该会好很多 但是乐庞就没上位 马克龙又连任 马克龙连任 你看看他长得个随样 动不动拿鸡蛋打他 动不动女人抽他巴掌 动不动有人就是打他耳光 这是马克龙 在国内已经是混成 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了 这是马克龙啊 前一段时间还跑去抱习近平的大腿 是吧 这是法国啊 我离这边离得比较近 啊 法国现在问题是非常的严重 你整个欧洲来说 这个种族最多元的地方 那就是法国啊 黑人的比例是整个欧洲最多的 然后穆斯林的比例呢 呃相对来说也是比较 也是排在数一数二的 这是法国啊 你看一看现在的法国电影啊 不是那个憨豆先生吗 你看一看憨豆先生那个喜剧电影 喜剧连续剧 你看一看当时拍摄的时候 那个大街上的 人啊 那种表情啊 或者说穿着呀 或者说那种大街上那种呃 这个不同族群的比例 看到那几乎都是白人呢 那个时代 你现在再去看看法国啊 法国一些影视题材电影啊 啊 动不动这个什么黑人社区 那个动不动是一个什么中东社区 那个动不动是一个非洲社区啊 啊 各种黑帮啊 你看那个让雷诺的电影 那是让雷诺是法国的 应该是最著名的一个演员之一吧 他十几十年前的电影跟现在电影比起来 那都完全都不一样 那剧本都不一样 题材都不一样 国家变了 社会变了 烂了 乱了 乱了 烂了 啊 法国呀 我觉得吃了得打内战啊 或者说法国有没有可能怎么说呢 出现一个希特勒那样的人物啊 真的 这个咱也不是是从好的方向去说 也不是说从坏的方向去说 就是当这个事情你锁管锁到极致了 肯定会诞生极右 啊那到时候又是生灵独散 那到时候又是横石遍野 参元断壁啊 风火连天 我为什么要做这个话题呢 啊 对于那些已经在欧洲生活的 应该警惕起来 对于那些想往欧洲跑的 也应该正是欧洲现在正在面临的问题 好吧 不就不多说了啊 今天有点累啊 有点疲惫啊 就稍微说着10分钟啊 珍惜生活珍惜你的家人啊 这个世界正在堕落 好吧 感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